可辨论的空间是小的 如果你让我回答这条问题 我只会只有一个选格 日本是为中国带来利多与币这个说法 我一定不会同意 我一定会回答只有币 是没有利的 因为你讲这条题目 讲的是日本 你是讲的是它的国家行为 它的政府的政策 没有是为中国带来利益 如果作为一条开放式的题目来说 可以利弊的讨论空间大 才可以是一条合适的题目 所以这条不是一个理想的题目 教协大头教育 考生自己说的 即使资料对日本有利 他还是选择回答 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只有币没有利 因为作为中国人 我对自己的中国历史很有信心 所以选择按照自己知道的回答 教协大头教坏下一代一定要抽出 咬散教协是当务之急 叶建源满口歪理教坏下一代 侮辱了教师的专业 教协早已令到整体香港教育蒙子 人生公愤 这么离谱的事题都可以经过几重把关出街 肯定内部把关的人全部思想淪陷 一定追究到底 究竟勾起痛苦和伤害中华儿女的仇恨题 出题的人目的必定要追究到底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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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